首先带公众朋友来聚焦的是 新冠肺炎让纽约成为全美最大的疫区 现在经传有数十具的遗体 塞满货车失水狂流 臭到邻居检举才曝光 而纽约的地铁52年来破天怀暂时休眠 下周三开始凌晨要停止4个小时全面消毒 这背后的原因是原来市民减少搭车 纽约的地铁车厢成为了游民的临时住所 但是这也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不得不让24小时营运喊咖 光鲜亮丽的不夜城纽约 在疫情之下的时序与改变交给惠平 好的谢谢新话 没有错纽约地铁是全球少数24小时 不打烊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过去历史上其实曾经停止过两次 但是都是因为飓风的关系 现在纽约州州长宣布了 要固定在凌晨的时候停止4个小时 这也是52年来的第一次 这是纽约州州长古墨他宣布 5月4号下个礼拜一开始凌晨1点钟 到凌晨5点钟停止进行消毒 这4个小时的时间不许任何人进入 因为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后 纽约地铁的载客量 其实已经大幅下跌了9成之多 估计损失高达数十亿美金 而且呢在这波停止当中 还是会影响大半夜搭车的人 还是会有一万多人 那纽约州现在也会出动接驳巴士 还有公车或是计程车 想办法帮助这些在凌晨有需要通勤的人 那我们要看到其实接下来 纽约大都会运输局呢 他们也颁布了新的规定 在停止期间要注意的是 地铁站之内停留不可以超过 一个小时的时间 再来是在地铁停运之后 月台或是车厢都不可以有任何人 再来是30英寸以上的手推车 都禁止进入 其实这三项规定针对的就是游民 因为他们真的是人真的太多了 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纽约大都会运输局的员工 已经有超过96个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那就是因为游民成为了一大的防疫破口 他们发现说 我们刚刚都提到说 其实载客量大跌 所以其实很多车厢是空着 那这些游民 他们为了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就跑到车厢去占地为王 其实现在纽约的警方 也开始进行了驱离的工作 他们希望能够让这些游民离开 但是不是把人赶走就算了 他们还是会提供他们相关的医疗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对纽约州来说 有一个好消息是 这个美国军舰 美国军舰安慰号 已经确定结束了阶段性的任务 离开纽约了 其实他是在三月底的时候 由美国川普政府来调度 前往纽约 希望可以收治非新冠肺炎的病患 但是在三月底的时候 爆发了一个错误 就是不小心把确诊的人 给送上船了 所以在四月七号的时候 州长古墨就说 好没关系 将错就错 我们就盖 盖成收治新冠肺炎病患 那截至目前为止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收治了182个人 目前他们发现疫情已经有逐渐的趋缓 所以在昨天4月30号 他们离港返回了维吉尼亚州的海军基地 那军方也说他们的离开 其实也就象征着 纽约州的疫情正在趋缓当中 但现在虽然疫情趋缓了 纽约州还是要面对一个一大的问题 就是真的死了太多的人 这些遗体要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 纽约州的死亡人数 已经累计超过1.8万人了 那这也让殡葬业者 可以说是慌了手脚 最近在布鲁克林区呢 就有民众因为闻到了尸臭味 打电话给警方通报说 他们闻到尸臭 你们赶快来看一下 警方到现场发现 大量的货车里面 居然放了很多很多的遗体 那才发现说 原来是因为殡葬业者的冰柜 已经不够用了 只好临时用货车来装载 但是因为这些货车里面 没有足够的这个冷冻设备 也就造成大量的遗体 开始腐烂 甚至是流出了这个湿水 那现在其实 估计现场有60到100具的遗体 这么多 那这个现象呢 也引发了美国纽约的民间 是一阵哗然 纽约市长白思豪 也在最新的记者会上痛批 他认为殡葬业者 身为一个专业人士 怎么可以放任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不只是对死者大不敬 也是对家属没有办法交代 也没有麻烦 所以现在你能闻 BECAUSE已经得充弱了 所以现在我就可以 所以现在你能闻它 很悶 真的 确实 This is happening, and to be honest you know he's a good man. The owner of the funeral home, but the overwhelming of everything that's happening with the pandemic and COVID, and people losing their lives, it's, you know, it comes overwhelming. The city historically does not have a direct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funeral homes, they are regulated by the state of New York, so it's not an area that we work with a lot. We are investigating that funeral home, there were no complaints about that funeral home to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 the past. Do you know where these bodies will be taken? I'm looking into that. Obviously the funeral home shouldn't have done that, right?